我是Cell高,然後這個是和一帕一切的提案 好,那要做什麼呢? 基本上就是說現在EID的這個議題 就是數位身分證的議題 就是蠻複雜的,蠻多人在討論的 但一般的大眾有點難以進入這個討論 因為這個東西,問議題真的牽涉蠻廣泛的 好,那所以我們就想到說 用一個藝術的方式來做這個呈現 來讓大家想像這個EID 實行的這個scenario 好,那它的這個藝術展的這個background是這樣子的 就是有一個LABKILLLAB的藝術展 那今年年底會在公總就是CLAB那邊進行 那這個裡面就有五個project 那Forking Pyrogene是其中的一個project 那Forking Pyrogene它的起源呢 是2001年的時候這個伊利寫社群的 伊利亞跟唐鳳那時候有一個Pyrogene的計畫 好,那anyway,2019年的時候伊利亞過世了 所以這個熟利也就是說這個策展 主要的策展就想要跟它致敬 好,那總之在這個Forking Pyrogene裡面呢 我們就提了一個Pyrogene EID的這個身份竊道計畫 所以anyway這個是一個大project裡面的小project 裡面的其中一個project 好 那這個要做什麼事情呢? 基本上就是想說 在想像我們是場景是2035年 所有人都已經習慣身份被掌控了 好,但是有一群人他其實是用一些技術的方法去脫離這個掌控 好,那展覽的設定是有一個線上遊戲 然後一個現場的展覽 然後以及一個對談活動 像做談會這樣子 好,那大概想一下現在已經大概的一些內容 就是說議題背景就是現在正在進行事 就是說數位身份證的討論 那政府當然就是想要智慧政府 全面給你一個有晶片的這個 或是NFC的這個證證證 那民間當然有些訴求 好,那想要參加更多討論的話 現在開了一個G&E Select的EID Channel 好,那OCF看王王星星可能也有一個EID的一個倡議的網站 好,那anyway,現在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場景這個展覽裡面呢 在想像是2035年 好,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那可能政府他會固定的辦這個活動 就是說哦,大家來試試看這個是不是勞不可破啊之類的 那人民可能就會有 這邊隨便亂寫就是放棄的第一代 就是啊,我們2020年都已經抗議失敗了 好,第二代他們的小孩開始覺醒 說為什麼我們身份要被掌控 好,那開始有人說欸,密碼就要設很複雜 所以就會有密碼背送補習派 好,那會想要做一個線上遊戲就是說 有點像這個2D chain一樣 大家可以在裡面互動 然後去這個大樓的這個換證的地方 偷別人的身份證啊,或者是 那總之anyway這個setting還需要很多的想法 所以需要徵求大家來一起想像 那最後就是說,如果你變成 身份被卸到了之後的 你可能就會被盜刷信用卡 或是去連署一個你不支持的公投 之類的 好,那實體活動就是還在想說 要怎麼呈現 可能就是有電腦讓大家玩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形式 這個都還需要很多人幫忙討論 好,anyway今天要找的人就是 寫程式的人跟designer 那尤其是program跟 了解study issuer 然後storyteller來補完這個故事線 然後那個現場的這個curator 好,謝謝大家 那今天歡迎來找這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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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